- 完蛋,完蛋了,猜想林口长庚医院加一颗这名女医师的门诊,从此就要爆满。 先说为什么一开始接触重训,那是因为我就觉得上大学之后,有时候因为要临时抱佛奖,要考试熬夜啊,就觉得体力变差,所以那时候才接触到重训运动这一块,因为其实我原本上大学之前,我是从来都不运动的,那那时候因缘机会就有机会就是到健身房,因为就是你如果一直跑跑步机啊,或是踩脚车其实很无聊,然后那时候因为学校的有氧设备跟重训室是一种, 所以就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重训训练,但是一开始就是像我其实最初最初是从开始练胸部开始的,就是练一些胸肌,因为女生嘛都会想到说练胸啊,可不可以让胸大肌再就是长大一点,就是视觉效果会比较好,然后慢慢发现就是只练胸很无聊,那就开始练屁股啊,练臀腿,然后经过几个月之后就发现说,我这样练一练就觉得身形有改变,就是变得比较S曲线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是 就是跟进一步的专研说怎么样就是怎样,科学化的训练可以让我,呃,练屁股更,就是更有效率,然后又好看,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就会找一些Google一些文献啊,那那时候其实,呃,我的偶像,翘臀大师其实原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健身界已经蛮有名气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训练的第一年第二年,我就成为翘臀大师的粉丝,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跟我的partner一起翻译翘臀大师的第一本著作是翘臀圣经,然后那个时候翻译完,好像隔年还是什么时候,刚好就有到美国去旅行,然后就特别排出了一到两天,然后到翘臀大师的健身房,在San Diego,然后在行前,我先就先,先私讯他的助理, 然后发email,到他的那个部落格,然后就先跟他接洽说,诶,我就是,我是你中文著作的繁体中文著作的翻译者,然后我有一天就是会拜访你的,在San Diego的健身房,那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翘臀大师本人,然后就是刚好都约好了,然后就带了中文书,然后跟就是翘臀大师在那个健身房见面,然后请他帮我签名,然后一定要就是拍照留念嘛,就是粉丝一定要 我还有带着台湾的凤梨酥,我还有带着台湾的凤梨酥去,然后他有教我就是做一些,他那当时的就是,呃,在Promo的一些翘臀训练,超值,很值得,因为我就是,我就是狂奋啊 说,练屁股为什么会粗腿嘛,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能是,他其实选练屁股的动作选错了,他根本就选了练腿比较多的动作,那第二个是,就有些人觉得重训之后,为什么腿会变粗,那其实绝大多数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肌肉增加,而是你原本脂肪就太多了,有些人会有一些误解,那像他们会觉得说,我想要练翘臀的动作的话, 第一个手续,就可能是深蹲,那但是其实还有其他对翘臀更有效益的动作,那像我自己最喜欢的训练就是臀举,所以臀举的话,其实对屁股的激发程度就比大腿还要多,所以如果你一直认真就是,呃,间歇性的,呃,超负荷去训练臀举的话,其实对屁股增长是更有效益的,那我想对于,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到,接触过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一开始不必选择大重量,那你可以用自身的体重,完全都不需要使用到这个杠零啊,或者杠片,那一开始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是你先需要熟悉这个动作的模式,那等你身体熟悉的这个动作模式啊,你的动作模式这个习惯建立之后,你再慢慢去增加你的腹重就可以了。 呃,关于这个臀举的训练啊,其实有几个要点,那第一个,因为其实你这个做臀举的时候,你这个杠零啊,你这个杠零啊,你这个杠零其实会跨在你的宽骨上面,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荷,所以说我请就是,建议每一个要训练臀举的人,都要准备这一个臀举的店,那甚至有些人会叫大家是,呃,深蹲护店等等的, 那会为我们的就是宽部保护,再来的第二个部分是,就是要注意就是我们进行臀举的时候,我们发力的位置,有些人会误以为说我们做臀举的时候,我们腰部会不会很容易受伤,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宽部的,呃,没有正确的施力,那我们做臀举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呃,就是建立好支点。 那其实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这个臀举它其实,呃,是一个就是杠杆的运动,我们呃,呃,这个动作的支点有哪一些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双脚,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背部,我们的肩胛骨会靠在我们这个有氧的阶梯上面,那另一个部分是我们在举起这个杠零的时候,其实我们呃,呃,手臂的两侧手肘都会支撑在这个呃,呃,呃,有氧阶梯上面,那你这个支点都稳固之后呢,我们再用宽部的 我们的力量整个往上推,那可以注意到其实你真正在动作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宽部,那你的核心啊,你的腹肌背肌其实都只是在支撑。 那有些人会有一些迷思就认为长肌肉一定要大重量,但是其实不一定,像我刚刚所示范的动作是宽外展运动,那它像宽外旋一样,其实你可以使用低重量,高反复次数的训练, 也可以同样达到增肌的效果。 其实用Cable机训练宽外展,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单纯,那首先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请大家去购买我脚上的这个脚踝绑带。 那这其实在台湾好像买的,就是能买的地方不多,我这里是在淘宝购买的,那就买了这个脚踝绑带之后, 就到这个Cable机旁边,那其实这个动作它的卖点其实是你可以利用它进行活动范围很大的宽外展训练,所以你重量的大小就不是重点,一般会建议大家就选一个轻的重量这样。 然后,当你把那个脚踝绑带就是扣上这个扣环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动作。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先往外站一步,就让你这个揽绳有一点的张力。 往外站一步之后呢,你这个站立的这只脚可以直立,或者是稍微的弯曲。 那你动作这只脚呢,其实可以稍微的内收一点。 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再往外站的话,我们这个动作训练的范围会更大。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的请大家把腿往外展开,展开,尽可能的展开。 那请大家注意就是在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上半身还是要保持稳定。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训练的是我们宽部,就是屁股的肌肉。 我身高是165公分,那其实我最瘦最瘦的时候只有46公斤。 那我现在大概是51公斤左右,那体脂也是满低,大概我才落在18到20左右。 那其实对于臀部训练来讲,翘臀大师曾经有讲过, 我觉得他认为臀肌训练最好的频率是每周可能三到五次。 就依照每个人肌肉挥布的情况不同。 但是以我自己来讲,我其实只有做每周两次的训练。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怎样的训练才是最好的。 那我觉得适合你的生活模式的方式就是最好的。 因为就是训练是长期,你要看长远嘛。 你没有办法说一开始就是冲得很快很有热忱。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会消磨你,让你的生活感到疲惫的话, 就代表不是适合你的,你没办法长远。 所以我自己后来是选择一九两链。 其实我自己减重患者可能没有这么多。 我主要的病患的族群还是以中老年人,主要看慢性病。 就我目前减重的患者累积的数量就没有这么多。 斜杠的部分,我就是未来可以考虑的方向。 但是依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身为医生的本业的话, 其实我还有很多经验需要去累积去培养这样子。 对,所以那我自己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做斜杠很厉害的人, 他其实本业都已经就是有相当的程度。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是想要先把医生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就是好好地照顾我的慢性病的患者。 然后用我自己就是健康生活的形象, 然后去多少影响他们。